接下来我们就要介绍最后一个约束 检查约束 到这里为止 不管是组件约束 外件约束 优利可 微信约束也好 还是检查约束 它约束的都是一个列 意味着一旦建立约束 就不能够插入这个列 超出约束之外的数据 那么检查约束是怎么回事呢 举个例子 比方说 我说现在Cenary只能插入大于0的数据 像这种大于0是一个范围 组件外件和这个 微信约束都没有办法做到 那么有哪个约束可以做到呢 就是检查约束 检查约束的方式 Orter Table EMP Copy Add Constrant 检查约束CKE吧 检查约束的关键字是Check 好 Check什么呢 CheckCenary 大于0 也就是说Check之后这个括号 括号里面 写的是列名加一些范围 比方说Cenary大于0 当我添加成功之后 添加成功之后 就已经在Cenary这个列上添加了一个检查约束 CKE 而且要求插入这个列的数据 Cenary列的数据不能小于等于0 好 这个就是检查约束 其实不管是哪一种约束 都是目的 都是为了约束插入进来的数据 不能超出约束指定的范围 到目前为止 我所演示的添加约束 都是建好表之后去OrterTable 添加约束的 但实际上除了这种方式 添加或者是删除约束的话 我们还可以在键表的时候去创建约束 比方说AID Character 4 Pri MoriKey 直接就在这里键了 然后A Lem 20 这个NotNow 还有Cenary Lumber 如果它是检查约束的话 Check Cenary 大于0 等等等等 还可以键 DEPT Lumber Character 4 然后是 Reform DEPT 表的 DEPT Lumber 好的 这是在键表的时候 去创建约束 当然我键表的时候 这个地方肯定会出错 因为DEPT Lumber 这个DEPT表 DEPT Lumber 并不是这个Character 类型 而是Lumber 2 类型 好 OK 类型要匹配 外键约束 还有个很重要的条件 就是类型要匹配 好 创建成功了 也就说 这种 我演示的是一个在键表的时候 创建约束的方式 它的本质含义呢 跟我在键表之后 用AutoTable AddConstrant 是一样的 好 到这里为止的话呢 我们的表的约束 就已经全部 讲解完毕 下次课 再见 再见